色澤清透 帶點泡沫 高酒杯粒的香檳 是西方耶誕節和元旦新年不可缺少的酒類飲品 占了全球氣泡國酒銷售總量的10% 同時還貢獻了總收益的兩成 但相較於過去兩年 香檳銷售量接連創紀錄 今年消費者需求卻有減少的情況 兼具氣泡酒和葡萄酒特色 只有在法國北部香檳區生產的這類型酒 才能被標示為香檳 釀製過程須遵循嚴謹手續 這幾年為了因應氣候變遷 許多酒莊改種有機葡萄 不僅香檳品質和口感跟著改變 也減少人體負擔 然而受到全球經濟環境影響 提高品質未必能吸引更多國內顧客 業者不得不改變銷售策略 目前法國香檳有三分之二出口國外 業者擔憂如今香檳容器和包裝成本隨著通膨增加 恐破十九場調漲香檳售價 進一步讓消費者卻步 公視新聞兩眼編譯 公視新聞兩眼編譯